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辽阳 河南江北 陕西 四川 甘肃 云南 江浙 江西 国广 这一制度被明朝继承下来逐渐发展 到了清朝定型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 中国的行政区化经历了很大的调整 1949年以后又经历多次微调 截止到2011年 中国省级行政区共有34个 分别是23个省 5个自治区 4个直辖市 2个特别行政区 近代以来 很多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 如长哈尔省 热河省 隋原省的 今天小编跟大家聊另外一个消失的省 西康省 01 西康建省级西康省的建立 跟三个人密切相关 赵尔峰 副宗竹 李文辉 赵尔峰 第一个系统经历西康的清朝大臣赵尔峰是 清朝末年的大臣 曾担任建昌道道员 川顛顛顾大臣 驻葬大臣 四川总督 他的哥哥赵尔逊 曾担任四川总督 东三省总督 在任建昌道道员期间 赵尔峰写了平康三策上走朝廷 提出了治藏安康的政策防律 但是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从1906年起 赵尔峰担任川顛顛顾大臣 到1911年8月离开 前后六年时间经营西康 他在西康地区加大白土归流力度 镇压土司叛乱 大力推行移民开墾 修筑交通 新办学校 灌输平等思想 为西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开全门傅松竹 西康这个名字的首创者 赵尔峰 离开西康 前往成都担任四川总督后 由赵尔峰的幕僚傅松竹 接任川顛边落大臣一旨 在西康继续推行改土归流 赵尔峰在成都被杀后 傅松竹率领了清军 在与四川革命军发生冲突 傅松竹兵败被俘 被软禁期间 他回忆了与赵尔峰 经营西康的往事 写了西康建省记忆书 详细记录了他和赵尔峰经略西康的事情 西康一词 急出自负松竹 他说 查边境乃古康 七弟在西 拟名西康 刘文辉 西康建省的实施人 还没等到西康建行省 清朝就灭亡了 历史走到了民国 1895年出生的刘文辉 在军阀歌剧中迅速崛起 成为四川的实际统治者 1928年 民国政府任命刘文辉 为川康边防总指挥 四川省政府主席 手握四川军政大权 后来 刘文辉和他侄子刘湘争夺四川统治权 结果刘文辉败走家安 从此 刘文辉以西康为根基地 企图东山再起 1938年4月 刘文辉在汉口面见蒋介时 提出 复兴中国之基地 既群属异于四川 则拱为四川之康区 即为复兴中国之后进 由此建议在西康疆域之调整 财政之援助 交通之改进 这三条建议蒋介时基本同意 1939年1月 一日 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 省会设在康定 刘文辉任主席 从1905年 赵尔峰提出平康三册 到1939年 1月1日 西康建省 共经历了33年时间 02 西康彻省继西康省 作为内地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 具有很重要的军税意义和战略意义 1950年4月26日 西康省成立 省辅助地仍旧在康定 第一任主席为廖志高 全省分社康定 雅安 西昌等三个专区 1955年 西康省被撤销 所属区域 新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 新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西康省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从此消失在中国的行政学化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